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大家有听到背景音有咚咚咚咚的声音 就是楼上在装修 虽然是周末 但是我投诉了好多次都没有用 它还是照例在周末的早上七点半开始装修 我真的不懂 这栋楼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在意这个问题吗 感觉好像就我一个人在投诉一样 遮完霞粉底用的是兰蔻的持妆粉底液 虽然这支在我脸上还蛮踩雷的 但是我皮肤状态好的时候 它表现力其实还OK 所以我还是想努力把它给空瓶掉 但是我用这支粉底液的时候 一定要混合精油 我用的是林青轩的这支 一一滴就够了 上一个get ready with me的视频里面 跟大家聊了一下我的一些事情 然后有很多云朋友在评论区给我点赞 就是想听一下当年为什么选择出国 而且是在国内大学读了一半的时候选择出国 这个事情其实 我好像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包括我的父母 包括当时我最好的朋友 我一个字都没提过 那现在感觉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聊 是因为现在我觉得网络环境各方面 都比以前对这个问题要重视了很多 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呢 有参加了话剧社 其实话剧社里大部分的人都非常的友好 我就很喜欢在那待着 但是呢里面有一个高我几届的男生啊 就是平时表现就非常的奇怪 大家在一起玩玩闹闹 但是他好像就是那个合不了群 然后融入不了这个集体的那个人 然后有一次呢是社团活动 好像是出去哪里玩吧 抱歉啊 因为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我只记得最关键的事情 但是一些细节我真的记不清了 再加上我是一个记性非常非常差的人 就是我们出去玩 然后呢好像是爬山吧 那个爬山的时候呢 会有那种高低落差比较大的那种阶梯嘛 然后呢会有几个学长 会有几个男生先下到下面 伸手去接一下上面的女生 一般如果伸手去接上面的人呢 大概也知道就是搭把手呀 就拉一下手腕啊 或者顶多就是扶一下手肘之类的 然后轮到我的时候呢 就正好是那个沉默寡言的那个学长 他本来呢前面都是拿手 就是拖一下人家的手肘 或者拉一下手什么的 到我的时候他突然伸出两只手 就是我拿个玩具给大家示范一下 那一般情况下呢都是这样子拉一下手 对吧 然后到我的时候他是 这样子从我的肋骨下方拖起来 把我抱了下来 我当时说实话 我记得我是脑子一下就嗡了一下 就空白了 我其实当下我很难判断 这个行为算是一个侵犯性的行为 还是说他是不小心的 但我的直觉 我告诉大家 真的要相信的直觉 就是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个是他有预谋的行为 然后那可能有很多朋友要问了 就说你为什么当时不说呢 旁边这么多人 为什么你不直接指出他 说实话吧 就是在我刚读大学的那会儿 其实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 当时我们用的那种手机吧 都是诺基亚的那种蓝屏啊 灰屏的手机 好像那个时候连微博是个什么东西 都还不知道吧 更别说像现在就是me too啊 这种网络的这种活动这么盛行 大家对这种侵犯性问题都有一个 非常果断非常明确的认知 就当时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有一段时间就真的非常的低迷 好像有一点临近要抑郁的感觉 因为就是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 后来我就越来越觉得那个学长吧 就是他有些地方真的有点怪怪的 当我有的时候就是喵到他的时候 我会发现他正好在看着我 他有试图要通过其他学长 要我的电话号码 还好当时另外一个学长有问我说 这个谁好像是要找你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有明确的跟那个学长说 不要把我的号码给他 这一整个事情吧 就确实给我的心理造成了非常大的阴影吧 所以我记得我那段时间是越来越不开心 越来越不开心 然后也没有想着说要去跟别人倾诉 后来真的是到了一个不想去上课呀 不想出寝室的门呀这种程度 所以后来我想了很久 我就决定还是出国了 用歌剧魅影这盘提个量啊 如果是放到现在的话 我觉得我肯定会当场戳串它 现在大环境对这方面的讨论都比较多嘛 所以我觉得很多女生都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样子的情况了 在你能够保证自身安全的这个前提下 一定要勇敢的去揭发这种行为 可能当时如果我大喝一声的话 那后来这一切的抑郁啊不开心啊就都不会发生了 因为我相信当时在场的学长跟学姐 他们肯定是会保护我的 但可惜就是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可能我最好的朋友看到这一段都要震惊了 因为当时我也完全没有跟他提过这件事情 我应该是没有提过吧 因为我记得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可能我觉得那个男生的那个从肋骨下方拖起来的那个行为 都没有现在网上的有一些什么闲助手啊 那种来的更夸张是吧 但是我想说所有的女生啊 如果你觉得一个人他的行为让你感受到不舒服了 让你感受到被侵犯了 那就是侵犯的行为 所谓的对方的行为有没有越剧 这个事情是由你来评判的 只要你觉得不舒服了 那他就是越剧了 相比较以前在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 你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吧 就是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像一座孤岛一样 该怎么办不知道 但现在的话你可以明确的知道 在网络上有很多跟你一样的女生 他们可以支持你 然后像前段时间那个什么职场酒局的事情啊 我也有很多的话想要讲 我也参加过几次职场的酒局吧 确实让人感觉是非常不好的 但是我先声明哦 我参加的酒局并没有什么劝酒啊 我当时在工作的时候啊 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市场部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要去对接客户的这种工作性质 我只是普通的办公室的行政人员而已 那那个时候领导让我去参加酒局呢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让我去陪衬一下 那当时一起去的女生大概是有三四个吧 用德仙的这个遮瑕膏来遮瑕都应 就去到那个酒局以后啊 我们几个女生是被分开来 安插的坐在各个男性中间的 虽然那个酒局吧 没有任何的劝酒啊 也没有任何乐剧的行为 但我依然感觉非常的糟糕 我觉得在场的那几位女性啊 虽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但在那个酒局上 我们就像一盘盘菜一样 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实际的工作上的价值 这种感觉就让人非常的不舒服 定妆用的是Armani的这个柔光镜啊 我觉得在这种酒局上面吧 女生的价值就是陪衬啊 所以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极大的不尊重 而且我觉得这种问题吧 如果你去跟男性讲 它是完全不能够理解的 一般的男性可能就会觉得 对方又没有叫你喝酒啊 又没有叫你干什么不能干的事情 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么矫情呢 但是女生的这种天生的不安全感 是男生永远都没有办法体会的 而且我真心的想问一句 公司跟公司之间的业务 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里面谈呢 为什么非要去吃一顿饭 然后在酒局上面完成呢 就真的很奇怪啊 我眉毛都快化好了 但是我还没想好今天化什么眼妆 如果按照我平时的习惯的话 肯定拿起来又是BR的那一盘 但我觉得大家都看累了吧 那我今天就用这盘眼影吧 NARS的这盘Singapore 这个也是一个老盘了 我其实说实话买了到现在 使用率不是特别的高 我没有觉得特别喜欢吧 这个配色 它在盘里看起来挺好看的 但其实说实话上演以后 不是特别的有特色吧 首先占取这个金棕色 直接用手指按在眼头的地方 然后呢占取这个墨绿色 直接按在眼尾的地方 非常的简单粗暴啊 接下来拿一个运染刷 把边缘给运染一下就好了 非常的简单 聊了这些沉重的 要不然我们来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吧 有好多云朋友说 感觉我脾气特别好 特别温柔 哇你们真的 对我的误解好深哦 我觉得不是一个脾气好的人哦 我最讨厌什么样的人呢 我很讨厌没有礼貌的人 包括生活中讲话没礼貌呀 包括在网上 就是没礼貌的留言啊 什么的 我觉得现在网上的留言方式 也非常的搞笑 经常会留一句 就是比较冒犯的言论 然后后面加个括号 我不是在冒犯呢 我只是有一说一而已哦 其实你打这个括号里的话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这句话 会给人冒犯的感觉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留他呢 我觉得这就是故意的呀 就是找人不痛快呀 是吧 然后我自己的生活当中 我是一个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我一定要吐槽出来的人 我是没有办法闷在心里面的 闷在心里 我真的会把自己给欺诈 接下来站着个深红色 画一下下眼尾的地方 我生活中是有几个固定的 就是可以坐在一起吐槽的朋友了 我真的非常的幸运 生活中的这帮好闺蜜呢 就是大概一有事情 就会坐下来互相吐槽 就讲自己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 就会形成一种 哇你知道我最近过得有多不爽吗 另一个就会说 我比你过得更不爽 我跟你讲 这就是最佳的安慰对方的方式 因为你只要让他知道 我过得还不如你好呢 那对方心里就会有一种 很强的安慰感 就算你没有比对方更糟心的事情吧 那你只要跟着他一起吐槽就好了 他说哎呀 那个人怎么怎么样好讨厌 你也跟着他说 哦对呀 他真的好讨厌 如果我遇到的话 我绝对受不了 这种陪伴方式 对我来说是最佳的陪伴方式 我觉得生活中 大家应该也经常会遇到那种 你在吐槽一件事情的时候 要跑过来跟你说 不要跟他计较啊 然后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生气啊 之类的这样子的人对吧 这种安慰方式对我来说 完全没有用 而且会火上交友 像我妈就是这样子的人 以前我一遇到什么事情 跟他说的话 他就会说 你不要理他就好了呀 你在这边生气 你不是把自己拉低到 跟他一样的档次吗 好像整个事情就变成了 是因为我的不大度 所以我才在这边生气 就不是别人的原因 我在找你吐槽一件事情 你反而反过来教育了我一通 讲这种话就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那个人 非但没有在听你的抱怨 而且他想要把自己的处事之道 强行的按在你的身上 就想让你像他一样 那么豁达 那么想得开 然后那么正能量 对吧 抱歉 我就不是一个正能量的人啊 但我吐槽归吐槽 抱怨归抱怨 我不是一个记仇的人哦 我只要抱怨出来了 只要你给我骂爽了 这事情就过了呀 我就可以很开心的 干我自己的事情了 你怎么样也不关我的事 那如果有个人非摁着我说 你要正能量啊 你不可以吐槽啊 你不可以 就是这种负面情绪啊 那我真的会气炸 我估计我会像一个气球一样 慢慢的膨胀膨胀膨胀 到最后砰 整个炸开来 所以你们呢 你们生气的时候 需要的是怎么样的安慰 或者大家真的都是那种 很豁达的人嘛 就真的会跟自己说 我不要跟他计较 我不要跟他计较 然后就没事了的人嘛 拿这个粉色的这个提亮色 来提亮一下眼球 还有瞳孔下方 这个卧蚕的地方 还有呢 这个眼头的地方 也用这个颜色提亮一下 这个呢 是我前两天刚收到的 一个Zen的卧蚕阴影笔吧 这个颜色叫千卡奇色 是这种有点像液体眉笔的 这种感觉 你们看画出来淡淡的 哦 好像是挺明显的 这边轻轻的就画了一道 感觉这个阴影就变深了呢 但是我觉得不能手抖 因为一手抖的话就残了 有点害怕 嗯 我觉得如果再淡一点点的话 看起来会更自然 这颜色稍微还是有一点点深吧 眼线胶笔用的还是 Love Liner Pencil 这支 睫毛打底膏依然还是利萌的 这支色号是03号 是一个非常温柔的粒子棕色 其实日常生活中的话 直接刷一层这个 都可以出门了 睫毛膏用的是 嗯 一支旧款 品牌我就不说了 我只是因为买了很久了 就一直放在那边 我想把它空瓶掉 所以最近都努力把它用一下 比影用的还是某歌瓶的这一盘 面中的提亮用的是彩糖的三色盘 目前用下来 我觉得面中提亮的这种白色 哑光色还是彩糖的这盘做的最优秀 我自己用过来是觉得 效果是最好的 提亮效果又明显 又不显毛孔 修容呢 还是Hidden的 下次要不再跟大家聊一下 生孩子呀 生二胎呀 这些事情好不好 你们感兴趣吗 哇 我生孩子这个过程 真的也是有一堆的事情可以讲的 腮红用的是花枝小的这一盘 色号叫牛奶巧克力 这个颜色也是非常的好看 一个非常非常粉嫩的牛奶粉色 这种颜色你就轻轻的扫在 苹果肌上方一点点的地方 它就可以很有效的 帮你把苹果肌整个提起来 唇釉用的是3CE的这一支叫Lay Down 这支最近真的很火耶 我就是看小红书的试色被种草的 但是呢 说实话 它的颜色上嘴以后 并没有小红书那么的嫩啦 在手上会稍微好一点 但上嘴了以后 就没有这么这么的粉嫩了 本来是想跟大家说 没有必要买啦 但是上嘴以后还不错耶 怎么办 但是呢 它上嘴以后会有一点点涂不匀的感觉 总之就是我自己用过来 我觉得没有特别的必要要去买啦 虽然颜色还挺好看的 高光呢是我这两天刚买的Stila的这一盘 这个好像是清仓了吧 价格居然才40来块钱 我的天哪 好便宜哦 这块应该算是一个老网红吧 之前我一直没有去买它 其实还挺好看的 挺水光感的 哦 好看的 40几块钱真的很值耶 瞬间就亮了 但是用手上的话真的还蛮不日常的 在脸上存在感简直太强了 而且它是偏白的 偏冷掉的这个高光色 跟我今天这个妆容有点不搭 太偏冷掉了 话虽如此还是停不下来 真的不日常 但是真的好看 好看喔 好看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